收藏先關心到來自家紀官的消息 這是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中代表 民進黨參選到離婚16年的總統代算 在今天的報蔡英文拜訪到家紀官中中央官 中央官提出到恢復故宮南院原有格局 食安典範再加一級 縣市財政要公平三個議題 蔡英文也當然來答應 在民進黨提名參選2016年總統的黨主席蔡英文 會報拜會家紀官中央官 中央官提出恢復故宮南院格局 食安典範再加一 縣市財政要正義點三點訴求 希望蔡英文黨選一奧 和家紀統合的照顧 蔡英文也同僮答應 第一能恢復南部宮的格局 第二嘉義縣是農業縣 我們希望小燕主席那天講的 要推動食安新農業 那食安典範就是在嘉義 我們現在正在要蓋一個食安檢驗大樓 第三 縣市財政要正義 我們的故宮在台北能夠減壓 那又把爭吵 把很多很多跟著故宮可以一起發展的這些產業 一起移來嘉義 讓我們的嘉義有一個好的發展 民進黨當主席蔡英文表示 國宮普門已經比過多數用必須減壓 蔡英文強調一定會將國宮南院 會讓官友的設計和規格 而且食安也對嘉義來做起 李維丹民文也成功 未來嘉義館創英文的得票率 將對63%來起跳 主席蔡英文在這裡 我想我們應該要向主席蔡英文做一個承諾 這樣好不好 好 就差差起跳 這是一個基本的 所以說這個縣長在這裡 這個應該要承擔這個重責大任 然後蔡英文如果選出藏花冠這才會看錢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的一起來打兵 為這一次的總統搭錢 我們應該好好的準備好不好 小燕 倒閃 小燕 倒閃 這件孔雀鴻 嘉義館 蔡宏不得